這個就是數位中介法的解釋法 整個法 我最簡單告訴大家 它就是國安版本的 產病防治法 它就是國安版本的CDC 我稱呼它為小戒嚴 完全是其來有一次喔 懸凍法裡面其實藏著很多的貓膩 新增的第15條 就是針對媒體的管制 還包括網際網路 管他網路了 這個就是數位中介法的解釋法 所以它一旦這個法通過之後 我們現在可能 它就可以下一紙命令來說 朱凱凱凱你搞不演的新聞 你還在網路上嗎 雖然NCC管不到你 但是我們依據這個法源 請你交出你這個編制 然後相關的內部的組織 編制你的後台資料 你的平常時的點閱 包括你的觀眾 說不定都要被揭露 等到要動員的時候 我們就動員你啊 你要被徵召啊 那所以你現在就要給我們資料啊 它就是數位中介法 想要完成的衛進之功 然後因為數位中介法被擋下來之後 它就把它塞到全民動員準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裡面 現在的名稱叫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然後它修正的名稱是全民防衛動員法 為什麼要把這個準備刪掉呢 很簡單的理由 因為在本來的全民防衛準備法裡面呢 它就是分成這個 以準備階段跟演習階段的意思 所以都是在準備 但它現在把實施給加進來 那所以變成 其實總共這個法裡面變成三個部分 就是準備演習跟實施 在準備跟實施的部分 其實改了非常非常多 第一個呢它出現了空白授權的問題 也就是在本來的準備法裡面 每一個項目呢它對應的機關是有的 但在新的法裡面它說 因為呢政府機關常常會變更部門 所以為了未來不要再常修法 所以我們就把那些相對應的機關拿掉了 也就是中央決定這些項目 是誰來負責是行政院說了算 那這樣等於說立法院我沒辦法檢讀嘛 整個法我最簡單告訴大家 它就是國安版本的全病防治法 它就是國安版本的CDC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他們搞那個疫情指揮中心搞兩年喔 爽到了啦 這個我稱呼它為小戒嚴 完全是其來有志喔 因為它就把這個所謂的緊急命令 暫時的緊急命令 新增到這部法裡面 如果我開始呢做戒嚴的時候 我呢就會對你們網路上面的 我可以徵收你的頻道 我可以徵用你的頻道 它如果認定我們的頻道裡面講的是 所謂的不實消息 政府會直接說你的消息是不實消息 即便它的才是 它也可以這樣講